一个多月没见了 大家还好吗 说实话 这个月我过的是不太好 我想跟你们讲一下发生了什么 但是我又不知道从何讲起 先从10月5号开始说吧 那天我们突然收到了物业的通知 说装修要停工了 就工人都没有办法进小区 当时我就整个心在低血 因为我们今年年终的时候 已经因为疫情被迫停工了一次了 算上这次就已经是第二次了 因为马上要到年底了 那完工的日期就是遥遥无期 然后我们的很多事情 都会因为这个装修 被一直拖延拖延拖延 到10月8号那天早上 小吴要出门 刚到楼下就被保安拦了 就现在整个单元都不让歪出了 然后没多久就收到了正式的通知 他说我们这栋楼 从今天开始就被封锁了 原因就是一名被确诊为阳性的新冠患者 前几天去过我们隔壁的单元 当时吧我就有点懵 因为虽然疫情已经两年了 可是我一直觉得这件事情好像离我很远 直到这一次 我才突然发现疫情可以离我很近 因为那名患者就是去过我隔壁单元嘛 很可能我跟他在大堂就擦肩而过了 然后我就赶紧回房间躲了起来 反正到中午吧 我就下楼拿外卖 就有一拨人在开会 然后还有一些人在外面拉警戒线 整个是一个很紧张的战时状态的感觉 我也不敢多做停留 就拿了外卖就上楼了 然后到了晚上 外卖已经不让送到楼下了 就只能送到那个封锁线以外的路口 当时我觉得就是非常混乱 他们都说不知道送哪 因为外卖员呢不知道把外卖放在哪里 然后物业因为隔离了很多人 人手非常不够 没有人帮我们去取 然后在外面维护秩序的警察呢 他们也不能擅自离港 总之就是突如其爱的这件事情呢 让每一个人都很措手不及 到了晚上8点钟 我们收到了下楼做核酸的消息 那个路口非常快速地搭起了核酸检测点 每个人呢也非常有默契地隔着一米在排队 后来我看新闻说 那天晚上全成都三环内的居民要彻夜做核酸 而当时的气温我记得只有五个永度的样子 因为不知道会隔离多久 所以我们就紧急采购了一些饮用水呀纸之类的东西 然后双十一买的东西呢也没有把它送了 因为快递是不让送进来的 到11月9号 我起床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查我的核酸结果 就还好是阴性 我们住的这个地方呢 它是没有厨具也没有调料的 所以我们平时几乎不做饭 但那天晚上呢我打开冰箱 就看到我之前朋友送我的火锅底料 我不知道为什么就非常的想煮点热气腾腾的东西吃 然后就在河马买了一些肉菜蛋还有米饭 反正在很有限的条件下煮了一个小火锅吃 吃完肉和菜 我还冒了个米饭 握了个蛋进去 那个晚餐其实让我蛮安心的 甚至让我有点成就感 就有一种在特殊时期我还有能力把自己照顾好的成就感 11月10号呢我们做了第二次的核酸 但这次并不是集中检测 而是防疫人员上门来检测 相比烟柿子那种想打干啰的感觉 我觉得还是更有一座鄙视的 因为听说明天有希望解封 我还是煮了小火锅吃 我记得当时我的心情还是满怀期待的 今天还是吃这个小火锅 川味泡菜锅 11月11号欢天喜地的双十一 但我们等来的并不是解封的消息 而是防控升级的消息 我们的隔离期呢要延长到7天 而且不允许再出房门了 前两天我们唯一的运动就是下楼去外卖 现在呢就不能下楼了 所有的外卖都是由防疫人员统一送到门口 到了下午3点14分 防疫人员上门来给我们做了第三次核酸 刚被隔离的时候 其实我状态还好 我甚至很乐观的计划说 哇 突然多出了好多时间 我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我可以运动 练练跳舞 然后我可以多拍几个视频 但实际上我没有做到 当我发现自己被限制在这个30平的房间里的时候 我感到一阵又一阵的压抑 就整个人的状态是非常的低沉的 什么事都做不了 后来我发现 看剧是个很不错的分散注意的方法 所以在那几天 我接连看完了Ted Lasso的第二季 《犹豫游戏》 《赌国默示录》 《欺诈游戏》 是的 那几天程度的天气也是初期的好 天天大太阳 我很想出门走走 但是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躺在床上 看到太阳的光影在我的房间里慢慢的移动 10月13号醒来 我决定要振作 不能再这样走 所以我补给了一些生活的用品 买了一些素食 我们在家吃的挺开心的 而且我发现河马居然有卖现成的食用冰块 非常非常感恩现代科技 晚上呢我们俩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面 练了一个小时的基本功 汗流入住 真的是汗流入住 算一下我们已经有两个月没有去上街舞课了 在不能出门的日子里 再普通的事情都让人变得想好好的珍惜 那天晚上的宵夜呢 我煮了我最爱吃的南城汤面 还煮了一点小白菜和鸡蛋进去 我给自己认真的洗了澡 认真的涂了面霜和身体乳 我能感觉到我的状态在慢慢的好起来 10月14日是隔离的最后一天 那天的核酸很不一样 会拿到两个机构去进行双减 如果整个单元楼的人 两个结果都是阴性的话 那也许可能在第二天会解封 这应该是最后一次做核酸了 然后是双减都是阴性的话 应该就可以出门了 心里又有了一点希望 所以我们晚上点了很好吃的鰻鱼饭 整个晚上我就躺在床上 不停的刷手机 不停的刷手机 希望我的核酸结果早一点出来 23点56分 我的结果出来了 都是阴性 我们离解封只有一步之遥 11月15号上午9点51分 我们正式收到了解封的消息 我陆陆续续听到楼道里有开门关门的声音 生活好像在一瞬间就回到了往常 我以为解封后自己会很兴奋 然而并没有 因为太久没有出门 我走在路上 反而有种很恍惚的感觉 我看到了很多叶子变黄的银杏树 吃了好吃的姜豆面 可惜那天成都的雾霾遮盖了太阳 想到这里我还是有点生气 因为隔离的时候天天大太阳 空气明媚 一到我们解封就是重度雾霾 虽然我不想承认 但是疫情已经发生两年了 它早就变成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 每次在我以为事情变好转的时候 它又会冷不丁的卷土重来 我们现在去哪里都要扫码 要查体温 真的很不方便 但以前呢 我总觉得疫情是个离我很远的事情 总是看见A小区被封控了 B小区被封控了 就没想到这一次 最近的病例就在我的隔壁单元 所以我也被动的体验了一次居家隔离的感觉 这次疫情我有一个最大的感受 就是我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坚强 我之前计划要利用这个时间做好多事情 但是实际情况是 我根本达不起精神做任何事情 但是不坚强也没有关系 不坚强也是OK的 不用太为难自己 但是我们自己心里要知道 疫情它并不会很快的过去 未来还是有很多痛苦和困难 可以放心大笑的日子已经回不去了 有太多具体的问题就摆在我们面前 只能靠理性和冷静才能解决 曾经我是一个非常难以从低潮情绪中走出来的人 我会很容易陷入大脑构建的那个世界 跟现实生活完全脱节 跟自己的生活重新建立连接是件很难的事情 它就像健身一样 需要你不停的努力去训练这种能力 但是我最近几次发现好像它要稍微变得容易一点 就每次当我的思绪被抽离开来以后 我就会赶紧把我的所有注意力集中在客观的事物上面 比如说我会去观察路边一棵树上的叶子 或者是把我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我的呼吸上面 这些方法都能够让我重新找回对现实的一些掌控 简单来说就是不要想那么多 不要被你的思维牵着走 要专注于当下的生活 这次疫情还让我有所思考的呢 就是大局观这个词 有很多人都喜欢把这个词挂在嘴边 认为少数人的利益是不值得被尊重的 我觉得这个想法真的很过时 因为世事无常 一个人不可能那么幸运 每一次都是大多数人 而不会成为少数人 所以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去学习和尊重 每个个体他所具有的权利 因为这也是在帮助我们自己 最后我想说的是 我们习以为常的日常生活 其实也没有那么的坚不可摧 在一切的秩序后面 都是有其他人在默默的付出 比如说在这次封控期间 大部分物业人员都被隔离了 就只有两三个人在维持着整个楼的正常运转 我们这些被隔离的人虽然很痛苦 但好歹我们是待在房间里面休息 那在房间之外呢 有无数的防疫人员在忙上忙下 比如说第一天晚上 我们下楼做集中的核酸检测 大家都觉得非常的冷 然后等待非常的漫长 可是我们做完就可以上楼回家了 而那些做核酸的检测人员 他们却要在那里待一个晚上 彻夜通宵 所以我觉得在特殊时期 大家都应该互相理解 多多珍视来自其他人 给你的微小的善意 其实我一直都很犹豫要不要拍这个视频 因为我自己这段时间 状态也不是特别好 尤其是那天我刷到一张图片 然后上面写了一句话说 我过的并不好 但是我会活着 我觉得很好的 概括了我这段时间的一个心情吧 虽然隔离已经结束了 但我觉得自己的状态 好像并没有完全的调整回来 就还是比较的低沉 我想告诉大家 就是当你觉得很困难的时候 你一定要告诉自己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因为你相信这件事情 你就会有好好生活的动力 大家的目标和愿望都是相似的 都是想赶紧结束这次疫情 然后回到正常的生活里面 而我相信我们可以一起去实现它 就这样吧 拜拜